2023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总决赛 女子团体半决赛现在开始 大学 李亚者 双打的比赛 三单人选的可能主要就是李亚口和王尔廷 但是打到半决 在这种关键球的处理上照上发 先回白了 先回白 三单人选择 必然照上这个反手位底线的时候 还要注意定一下自己的那种正手位的态度 拉高掉 我们前的那种上手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威胁 照上的判断失误 现在板上凯曼跟陈梦呢 他们那种出球呢都比较快 上手呢非常的主动 比较的成功 这个球底线的话给他们俩带来这种压力还是比较大 正手位给凯曼创造了这种直接进攻的机会 陈梦的正手位大路 这还是需要注意的 还是正手段 连续上准备的也非常充分 这一款吧 利亚可的爆条 这是连给照上的就创造这种弹击啊 特别是他反手弹击的这种机会 然后球只要不回这种中 正手位的反拉 正手位的小三角 而且这个来破坏呢 照上的这种调打 那又是 三比二 平一点的话 利亚可呢还是选择呢 先回摆陈梦的这种短球 快慢 先总能让队友呢 形成这种主动 挑打 蹭网 这有一个 那在揭发球上 他也要有一些落点的这种变化 然后来帮助利亚可 占住位 然后形成这种主动上手机 落点的这种预判 还这种根板的那种质量 照上也提前动了 全梦的配合了一个快笔长 翻着为直线 十一比七 他妈今天这点抢的确实是早 那这个球里亚可呢 就没围过来 上来快慢 跟得比较紧 就从主动上来讲 还是山寺大学这边 削一板 拧拉的质量还是非常高 他也有这种挑打的出现 有变化了 这种挑正所谓的大小度了 长球 这是招式战术 发球战术 击长球 他的用战术的选择 这些对于招式量还是比较凶 和我们一起互动 可能呢从这种 山寺大学这边 海妈那种单板质量啊 包括这种